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个税制要素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那么前面我们把纳税人分成两类不同的纳税人 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然后我们又讲了征税对象 居民企业全球纳税 非居民企业有限纳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征税的强度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呢 它分为基本税率和优惠税率 基本税率就一个25% 换句话来说 在中国境内大多数的企业 只要你不是享受特殊优惠的企业 你的企业所得税率都是25% 那么25%的税率呢 它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 一种呢是所有的 除了特殊优惠的居民企业以外 其他的所有的居民企业 它的税率基本上都是25% 当然非居民企业当中也有适用25%的 注意它适用的类型 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 且所得与机构场所之间 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 首先它是非居民企业 其次呢一定是在中国境内 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 如果你是在中国境内 没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 肯定不是25% 听懂了吗 然后还强调你取得的这个所得 与这个机构场所之间 一定要有联系 我们说它适用的税率是25% 第二我们国内呢还有两档优惠税率 一个是呢符合条件的小型威力企业 按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它可以减五个点减按20%征税 当然我们知道小型威力企业后面又陆陆续续出了一些优惠 这个优惠的幅度在不断加大 第二个如果你是两类国内特殊的企业 一种呢就是高新技术企业 另外一种呢是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这两类企业的话都是跟高新跟高科技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可以减10个点按15%的税率优惠 除此之外 我们对于一些特殊的企业还实行预体所得税税率 这个预体所得税税率呢 它指的是我们境外的一些企业 在中国境内获得了一些收益 一些所得 我们也要征收企业所得税 而且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所得税呢 往往是由扣脚义务人代扣代脚的 我们经常把它称为叫预提税率 这个预提税率呢 法定的预提税率是20% 但是在实践当中 根据相关的协定 我们往往实际征税的时候 都是按照10%来征收的 那么它适用的情形呢 主要适用于我们非居民企业的两种情形 一种是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场所 但同时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这种非居民企业 还有一种是 虽然在中国大陆境内设立了机构场所 但取得的相关所得 与该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 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 它适用的就是预提税率 相信很多同学啊 在我们基本做了一个铺垫的讲解以后啊 大家对于这个小型威力企业的优惠 对于这个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先进行服务企业的这个政策税率 包括我们大多数的居民企业 适用25%这个税率 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了 大家现在感觉到有难度的 还是哪块比较有难度呢 就是有些同学不明白 到底这个非居民企业 它什么时候它适用25%的税率 什么时候非居民企业的所得 适用的是10%的预提税率 这个我们刚才的讲解 可能有些同学无法把它完全掌握到 那我们学知识就一定要把它学透 怎么去把它掌握按我们的方法 首先呢大家要注意 非居民企业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是在中国境内有机构场所的 第二种是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划分对吗 OK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咱们先学简单的 如果你是在中国境内 连个机构场所都没有的非居民企业 那么这种非居民企业 我们又把你的所得分成是境内所得 还是境外所得 如果你在中国境内一枚机构 同时在中国境内有所得的 那我们是要征税的 税率为预提所得税率10% 如果你在境内没有机构 然后你在境外有所得的 注意这个跟我们中国政府没有关系 不纳税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大类呢是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有机构 有了机构以后呢 那我们也把它的所得分成是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还是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你那个境内所得 和这个国内的机构之间有没有联系 如果你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这个所得跟境内的机构之间是有联系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相当于跟我们境内的居民企业是一样的 第一你在境内有机构 第二呢你在境内取得的所得还和这个机构之间有关系 是不是跟我们境内的那个居民企业非常像啊 这种情况下我们按25%的税率征税 如果你虽然在中国境内有机构了 但是你取得的境内所得呢 不是通过境内的机构去取得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境内有所得 但所得与机构之间无联系的 那么无联系你也是来源于境内的所得 我们仍然要征税 只不过征税的强度不是25而是10% 第三种呢就是你在中国境内有机构 然后呢在境外取得的所得 境外取得的所得呢 如果跟这个机构之间有联系的 我们也是按25%征税 如果你取得境外所得 且境外所得与境内的机构之间无联系的不纳税 那么通过这张表呢 实际上我们就把非居民纳税人呢 他涉及到的这个情形呢 分成了以下几种 哪几种呢 第一种叫有机构所得有联系 注意这里边的这个有机构有联系 指的是境内有机构 然后取得所得有联系 这个所得指的是什么 既包括境内所得又包括境外所得 不管你是境内所得还是境外所得 只要是有联系的 他俩税率都是25 听懂了吗 这叫有机构境内 有机构所得有联系 税率是25 第二个叫有机构境内无联系 这个讲的就是我们 你在国内有机构 但你境内的所得呢 与你这个机构之间没有联系 我们来简称为叫有机构境内所得无联系 你看有机构境内无联系 税率为10 第三种呢 是有机构境外所得无联系 不纳税 第四种是无机构 但境内有所得的 无机构境内有所得的 税率是10 第五种是无机构 无所得的 境内无所得的 这种情况下 不是我们国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不纳税 所以大家看这五种情形啊 我们把外国企业分成这五种情形 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真正的掌握 就是什么时候是不交税的 什么时候是25的 什么时候是10%的 那么说起来容易 在实践当中呢 大家一定要会用啊 真正在考试硬试当中会用 你得需要做一定量的提 不做提是不行的 我们看一下18年税务师的一道考题 下列所得 实际是用10%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的是 A居民企业 来自于境外的所得 那你一看居民企业 那他来自于境外 境内的所得都是25啊 所以他肯定不行了 B 小型企业来自于境内的所得 我们知道小型卫力企业啊 他税率就是20 C 在中国境内 未设立经营机构的非居民企业 来自境内的股息 红利所得 注意 首先这个非居民企业 它是非居民企业 其次 这个非居民企业是在境内 没有机构场所的 然有来源于境内的所得的 这就是我们把它总结为叫 无机构 有所得 那无机构 有所得 咱们讲过10%的税率 对不对 所以它是我们的选项 你再看4D 高新技术企业来自于境内的所得 那么它应该整税 是15%的税率 所以你看这道题答案呢 就应该选C 我们再看一道更典型的立题 这道题呢 更有价值 这道题实际上是2012年的税务师考试的单选题的第一道题 当年呢 是难度了很多很多同学的啊 它看起来是一道计算性题目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客观题 我们看一下题杆 某日本企业 扩号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 在中国境内设立了分支机构 2018年 该机构在中国境内取得了咨询收入500万元 扩号不含增值税下同 在中国境内培训了技术人员 取得了日方支付的培训收入200万元 在中国取得的与该分支机构无实际联系的特许权使用费所得80万元 在日本取得的与该分支机构无实际联系的 劳务所得70万元 则该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的收入总额为多少万元 他说应纳企业所得税的收入总额 实际上就是应该交企业所得税的呗 范围呗 收入范围 对吧 OK 就是应税收入范围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他说应该交企业所得税的收入总额 咱们得看一下他主体是谁呀 主体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公司呢 是居民还是非居民呢 这才是关键 所以大家看一下他是日本企业 那就意味着他注册在日本 他并不是注册在中国 第二 人机又说了实际管理控制机构不在中国境内 这两个告诉我们 注册地不在国内 实际管理机构又不在国内 所以他不是我们的居民企业 他最多是非居民企业 对吧 OK 那么如果是非居民企业的话 我们说 那要看的是哪种 有没有机构 有没有场所 他说在中国境内设立了分子机构 所以他属于在中国境内 没有实际管理控制机构 但是又是有分子机构的这么一个非居民企业 就是有机构的非居民企业 那么有机构的非居民企业 我们看他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取得咨询收入 我们说咨询是不劳务啊 劳务发生地判定啊 他就是境内所得嘛 所以这个五百万元是要交税的 第二个呢 境内培训技术人员取得培训收入 也是一种劳务啊 这个也要交税 第三个 境内取得的特议权使用费所得 注意 虽然他跟这个机构之间无联系 但是呢 他也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对不对 对他也要交税 最后一个呢 七十万元 这个是来源于日本的取得所得 而且跟机构之间无联系 所以他不属于我们国家企业所得税的征税范围 这道题正确答案呢 是七百八十万选师弟 但是这道题呢 我并不希望大家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师弟选出来就结束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掌握这道题 什么叫真正掌握这道题呢 就是考试如果变了一种问法 你不会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说是有的 如果我是出题老师 我就会问 请问 上述收入当中二百分之十交税的有 请问 该企业的收入当中 二百分之二十五交税的有 请问 该企业的收入当中 不需要交纳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有 那你会不会回答呢 实际上是同一个知识点 所以大家记住 刚才这道题 我们用知识点还原就是这样 他取得头两笔收入 一个叫咨询费 一个叫赔学费 大家回忆一下 这个企业是非居民企业 而且这个非居民企业呢 在国内是有机构场所的 这个你得明确 然后有机构场所呢 他取得的境内所得 跟这个机构之间有联系的 有两个 一个是咨询费五百万 一个是培训费二百万 注意 这俩适用的税率就是25% 这叫 有机构 所得有联系 25% 同时呢 他来源于境内还有一笔所得 这个所得呢 与这个机构之间无联系 就是那特允权使用费 这叫 有机构 境内所得无联系 有机构 境内所得无联系 他虽然也交税 但他是10%的税 不是25% 然后他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有没有呢 境外的所得 他只有一个来自于日本的所得 且这个日本的所得当中呢 跟我们境内的机构之间无联系 所以他不纳税 所以如果他问按25%交税的收入总额 那就是700万 他问按10%交税的 那就是80万 如果他问不需要交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收入 就是70万 会不会做呢 变一下样子 大家也要会做 好 我们再把这个题 前面我们做了一道题 我再去把它加工一下 你看王老师特别会加工题啊 题目是一个什么 百变的 你不知道今年会怎么考 还是我们刚才做的一道题 大家应该有点印象 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控制机构 所在其均在法国的某银行 取得的下列所得当中 应按25%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有 还记得这道题吗 还记得吗 OK A 转让位于我国的一处不动产 取得财产转让所得 B 在香港证券交易所购入的 我国某公司股票后的分红所得 7.在我国分行 为我国某公司提供理财咨询服务 取得的收入 D.该银行在我国分行 为位于日本的某店站 提供流动资金贷款 取得利息收入 我们在前面讲过 前面讲这道题的时候 当时问的是 下列需要在我国 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有 实际上问你的是 应该交税的有 境内所得境外所得的意思 对吧 那么如果他问的不是 应不应该交税 他问的是按25交税的 你应该选什么 你应该选西河实地 为什么 大家注意 如果你转让的是不动产的话 由于你注册地和管理控制机构 实际管理控制机构 都不在境内 你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这个境内的所得 10%的税率 确实是我们国家的增税范围 但是10% B呢 一样的道理 你在我国获得了股息分红 那么通过别的公司 获得了股息分红 这也是10% 跟这个机构之间有没有联系 跟你境内的机构之间都没有联系 这两个单独成立的 10% 确实要交税 但他是按10%交税的 而第三个 第三个他说的是 在我国分行 为我国某公司提供理财咨询服务收入 首先呢 你提供的是一种劳务 是不是劳务按发生地啊 你这属于境内所得 同时呢 你要注意你是通过我国的分行完成这个劳务的 这叫什么 境内虽然没有实际管理控制机构 但是你在中国境内成立了一个分行 这就属于一个机构 听懂了吗 这叫 有机构的废居民企业 且取得的所得 与这个机构之间有联系 境内所得的25%的税率 对不对 你这看是第一 该银行在我国的分行 为为于日本的某电站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取得利息收入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利息收入按支付方所在地确定境内境外 所以它是日本的电站支付的 所以它属于境外所得 虽然它是境外所得 但这个境外所得 这个服务啊 是谁提供的 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分行提供的贷款 所以是我国的分行 那就意味着在我国境内有机构 且境外取得的所得 与这个机构之间有联系 所以它的税率也是25 你能够真正全部掌握吗 你要真正把这个掌握了 我相信你考试就没问题了 不要光掌握它该不该交税 还要掌握它按时交税 还是按25交税 还是压根它不需要再往交税 接下来我们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 第二节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前面呢我们学了 企业所得税法的三要素 纳税人对谁征税 征税对象 对什么征税 税率按多少征税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定量的学习 就是我们具体要计算一个企业的 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首先要知道它的计税依据 也就是应纳税所得额是多少 而我们在前面呢 已经通过这个图示的方式呢 大家做了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整个企业所得税一张的核心 就是求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呢 一定是和我们会计上的另外一个概念 利润密切相关的 它建立在利润的基础之上 但是是通过对会计口径的利润 进行纳税调整 然后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我们在会计上 我们会求利润 利润等于会计上的收入减去 会计口径的成本和扣除 而税法口径应纳税所得额 等于税法的应税收入减去税法认可的扣除 所以整个的这一节讲的 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 就是税块差异 税块差异 好 那么具体的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呢叫直接计算法 另外一种叫间接计算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直接计算法 直接计算法从逻辑上更容易理解 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应该等于应税收入减去各种扣除 而这里面的应税收入呢 在我们的实践当中 具体又可以把它分成 应税收入应该等于 这个企业的全部收入总额 从我们企业的全部收入总额当中 刨掉两块 一块叫不征税收入 一块叫免税收入 把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从我们的收入总额当中扣掉以后 剩下的就是应税收入 再减去我们当年的各项扣除 减完以后 我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还要考虑以前年度有没有截转过来 可以弥补的亏损 因为税法是可以一定程度上 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的 补亏以后得出的才是应纳税所得额 大家注意这叫直接计算法 直接计算法从理论上 逻辑上是最容易理解的 但是在我们具体的应试上 我们考的更多的不是第一种 而是第二种 叫间接计算法 什么叫间接计算法呢 就是我们求这个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呀 是通过对这个企业的会计利润 总额进行纳税调增 或者是纳税调减 最后综合得到的应纳税所得额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 不管是你的收入确认 还是你的扣除上 你都有可能是会计上和税法上存在差异 我们前面讲过呀 你如果取得了一笔收入 是一百万的国债 那会计上国债利息收入 它就是正常列入收入 但是税法上它属于免税收入 你就要做纳税条件 对不对 然后在扣除上 你发生的这个行政性 被这个其他的政府机关的行政性处罚 罚款 那么会计上它是可以扣的 税法上它是不能扣的 那你就需要做纳税调增 所以调增和调减以后 最后把利润就变成了 我们的应纳税所得额 这个在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的 计算题和综合题里面 比较常考 所以他往往会先问你这个企业的 当年的利润总额是多少 那就是考你会计 对吧 那么利润总额求出来以后 然后每一个问 每一项业务涉及到调整调减 最后综合得出的结果 就是应纳税所得额 好 那我们按照我们的逻辑顺序 我们要求一个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话 首先要知道它的应税收入 而我们知道应税收入 是从收入总额当中 刨掉不增税的 再刨掉免税的 剩下的才是应税收入 所以我们首先要学的是收入总额 那收入总额刨掉不增税 刨掉免税就是应税 那什么是收入总额呢 收入包括货币形式的收入 还包括非货币形式的收入 货币形式的收入具体又包括 现金、银存、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准备持有之到期的债券投资 债务的豁免等等 这都是货币形式的收入 非货币形式的收入包括 各种固定资产 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投资 存货 不准备持有到期的债券投资 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等 那么货币形式的收入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收入 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 那么它在进入收入总额的时候 注意四个字 按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 按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 我们看一道选择题 其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收入的 收入形式包括 他说按公允价值确定收入的 收入形式 实际上就是问我们 哪些属于非货币 非货币形式的收入 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 那么这里边的 A 债务的豁免 B 股权投资 C 劳务 D 不准备持有之到期的债券投资 答案是B 系D A 债务的豁免属于货币形式的收入 好 这是收入总额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在收入总额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考试当中 比较愿意考的是客观题 不是说计算题它一点没有 有一般也是小计算 在我们整个企业所得税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的确认当中 应纳税所得额是等于收入减扣除 其中收入上比较愿意考选择题 愿意考客观题 而在扣除上愿意出大题 计算题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分布 那么在收入总额里边呢 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有四个点 第一个是一般收入的确认 这里边呢有九大类收入 这九大类收入的实现时间 包括这个九大类收入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金额 这两个是重点 第二特殊收入的确认 特殊收入确认当中 我们一会会讲 其中有两种特殊收入 是必须要掌握的 一个是分期收款 一个是时通销售 第三个 处置资产收入的确认 这个主要是注意它的分类 就是怎么划分内部组织和外付组织的 这个是重点 第四个是 其他的相关收入实现时间的确认 包括什么售后回购 以旧换新 销售折扣 销售折让 买一正一等等 好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一般收入的确认 企业 所得税 一般收入的确认 首先要注意 它分九大类收入 九大类收入当中 具体又包括 第一种叫销售货物收入 那么这里这个货物啊 大家注意 它主要指的是什么 销售货物主要指的是 增值税 应税项目的货物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现在不都是 盈改增以后 都是增值税了吗 所以销售货物 这个收入当中 大家要注意 这个货物收入 是一个含增值税的 还是不含增值税的 如果是个含增值税的 你还要变成 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就是企业所得税 这个收入当中 也是不含增值税的 第二 提供劳务收入 那么提供劳务收入 这个劳务呢 也要注意 它不能含增值税 含增值税的话 也要做换算 第三大类 叫财产转让收入 那么财产转让收入 我们知道 它又分为 各种财产的转让 你包括固定资产 所有权的转让 无形资产 所有权的转让 为什么要提这个 固定资产跟无形资产呢 因为在我们 有的时候做题啊 它会提到固定资产 使用权的收入 固定资产的 无形资产的 使用权的让度 如果是固定资产 所有权的让度 那就是转让 如果是固定资产 使用权的让度 那使用权的让度 实际上变相的是 一种租金 对不对 那无形资产 如果是使用权的让度 那变相的 就属于特议权使用费 对不对 所以要注意 它不同的表售方式 然后在财产转让收入当中 有一种财产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以前年度 在选择题里面 是考过很多次的 就是股权 股权这种财产呢 它在转让的时候 它的考点 第一个考点 是股权转让收入 要注意它的纳税实践 股权转让收入的 确认时间 企业转让股权的收入 应于转让协议生效 并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 确认收入的实现 关键是四个字 叫股权变更 大家注意 股权跟房产一样 光签协议是不行的 说你假企业 A企业 把这个股权 卖给了B企业 双方签合同 是2018年12月份 签的合同 注意 你俩只是股权转让 合同签完了 并不代表 纳税时间开始了 股权最终发明发生变更 一定是法律上 对你完成了认可 法律上的认可 不是签协议的时间 而是股权变更完成的当天 股权完成变更 你一定去工商局 做变更 听懂了吗 那工商系统里边 如果说那股东 从张三变成了李四 这才叫完成了变更 听懂了吗 这才叫股权变更 手续完成 所以不是说签了协议 协议生效不代表 纳税时点到了 听懂了吗 这是第一个 客观体院也考的点 第二个就是 那么股权转让 它的所得如何确认 这个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已经很多年度 考过单选性计算题了 股权转让的所得 等于股权转让收入 扣除掉 未取得该股权 所发生的成本 中间的余额 就是股权转让所得 这里边特殊要强调一个 就是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 不能扣除掉 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 等股东留存收益当中 按该项股权 所能分配的金额 这句话呢 可能听起来有点拗口 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 给大家讲一下 就非常清楚了 这个例子是虚拟的 我们知道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曾经有一个股东 是谁呢 是雅虎集团 我们假设雅虎集团呢 当年呢 投资这个阿里巴巴 是投了100个亿 我们知道 阿里巴巴还有一个股东 是谁呢 是马云先生 现在我们说 假如这个公司呢 他的股东 有马云 有软银 还有雅虎 是不是 既有企业股东 又有个人股东啊 同时呢 这个公司啊 他账面上 还有200亿未分配利润 啥叫未分配利润呢 将来如果分的话 分给股东 或者是给法人股东 或者是给个人股东 是不是要分的 那么现在假设 账面上就趴着200个亿 没有分 这个时候 如果说雅虎集团 他把自己手里 持有的这个股份 39%的股份 他卖给了 马云先生 马云和管理层 出资500个亿 如果买了这个股权 大家注意 从我们 谁的角度 从雅虎的角度 他就属于 把自己的股权给卖了 而且是公司转让股权 对不对 那公司转让股权的话 应该就中间的所得部分 按转让财产所得 交纳 企业所得税 那我们要注意 这里边我们需要你 确认所得的时候 只能用你的股权的卖价 500个亿 这是卖的收入 减去 100 100亿 你的成本 注意 不让你扣什么 有同学说 老师啊 那包账面上 不还趴着200个亿吗 200个亿的39%啊 200个亿的39%是多少 我们算出来也有78万啊 有同学说78亿啊 有同学说老师 这78亿怎么不让扣啊 这就是直接的股权转让 它的缺点 直接的股权转让 我就直接让你用股权转让收入 减去你的原始初始投资成本 差额部分就是你的股权转让所得 然后乘以对应的税率 你就交税就得了 当然有同学不理解 有同学说老师 这么做不合理 不公平啊 其实你想一下 凡是这种直接股权转让 如果他不考虑账面上 那个未分配利润的话 实际上他卖那个价格里边 他就已经考虑 我从未分配利润当中 应该分的部分了 肯定是有所考虑的 对吧 那个定价就是这么定的 所以直接的股权转让 只能让你用收入 兼出使投资成本 不让你扣未分配利润当中 按比例你应该分的部分 就是这部分是不让扣的 这个一定要记住 考试就是围绕这个点来考 我们看最近几年的考题 接下来我们做的几道题 都是历年的筑块和税务师 在这个指示点上命过的题 2018年初 A居民企业以实物资产500万元 直接投资于B居民企业 比得了B企业30%的股权 你看初始投资是500万 股权是30% 占比 2018年11月 A企业将持有B企业的股权 全部转让 取得收入为600万 不含税 转让时 B企业在A企业投资期间 形成的未分配利润为400万 关于A企业该项投资业务的说法 正确的是 A企业取得的投资转让所得100万 B A企业应确认投资的股息所得是400万 其A企业应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为-20万 D A企业投资转让所得应缴纳企业所得税15万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啊 就这个A它也是个军民企业对吧 B也是个军民企业 然后我投500万 我最后卖了600万 这不就是直接的股权转让吗 我们再说一遍 直接的股权转让直接是什么 用你的卖价600万减去500万 所以你的所得就是多少 你的所得就是100万 那么你的所得如果是100万 那你交税的话交多少啊 乘以25%呗 所以答案很明显就是A 就是投资转让所得是100万 它的右答项是什么 它容易让大家进坑的 有同学肯定这么算600万 减去500万 再减去什么 有同学就说了 它还有未分配利润呢 未分配利润400万乘以30% 算出来是多少 如果按照你这个方法算的话 算出来是-20万对不对 -20万那不就是吸选项了吗 所以吸是诱打项 再说一遍 直接的股权转让 直接用股权转让收入 减去初始投资成本 不让你扣除 未分配利润对应的 你应该分得的部分 所以答案是A 我们再看一道 明年的考题 2018年3月 假企业将持有 一企业5%的股权 以1000万元 括号不含税的价格转让 转让价格当中 包含了一企业 未分配利润当中 归属于该股权的20万元 股权的购置成本为800万 假企业应确认的 股权转让所得为多少万元 A50 B180 C200 B220万 那么这是属于假企业 企业把自己的股权卖掉吗 他5%的股权 他是卖了1000万 所以卖价是1000万 初始投资成本是多少 他投资的成本是800万 这里边的干扰项就是什么 他说那1000万当中 还是什么 转让价格当中 包含以企业未分配利润当中 归属于该股权的20万 归不归属于我们也不转 我们就按你的卖价 听懂了吗 那块我们是不允许 你把它扣掉的 就是你未分配利润当中 应该分的部分 没有分 这部分我们是不让扣的 所以就是1000万减800万 算出来就是新选项 200万 我们再看一道 18年税务时的考题 所以等一下注意 考题考 我们的考点总是重复 2016年1月 假居民企业以800万元 直接投资以居民企业 取得股权40% 2017年12月 假企业将所持的 乙企业股权全部转让 取得转让股权收入 1000万元 投资其乙企业 累计盈余攻击和 未分配利润400万 建立关于 假企业股权转让 业务的税务处理 正确的是 A 应确认的 应纳税所得额 160万 B 应确认的股权转让 所得200万 7 应确认的 应纳税所得额 1000万 B 应确认股息所得 840万 你像这个题 你能说 它不一样吗 它就是稍微 把数换了一下 所以大家注意 它的卖价是多少 股权的卖价是1000万 它的买价 成本是多少 800万 未分配利润当中 不予考虑 直接的股权转让 所以就是多少 选B 中间的差额 1000万减800万 200万是 应纳税所得额 而且是股权转让 所得额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第四类 收入 第四类收入呢 叫股息红利等 全形投资收益 那么股息红利等 全形投资收益呢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说的股息分红 这是静态的 投资的分红 对吧 每年都要 作为股东 我可以分整的部分 这块的考点呢 第一个考点 是选择体系 特别愿意考的 股息红利等 全形投资收益 它的收入确认时点 注意 非常特殊 是被投资企业 做出 这两个字很重要 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当天 而不是实际 做利润分配的当天 所以我们一般 什么时候 做出利润分配的决定啊 往往是开股东会 股东大会 决定分红 对不对 你做出决定的当天 我们就确认 你的纳税义务 而不是你实际 分红的当天 这个是特别愿意考的 第二个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叫 溢价转增资本的问题 那么溢价转增资本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 溢价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增资本 关键是那个资本攻击 它的来源 它的资金来源 如果是股权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 我们的税务处理是什么 被投资企业 将股权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为股本的 不作为投资方 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 投资方 也不得增加该项 长期投资的积税基础 而如果是以 未分配利润 盈益攻击部分 转增资本的 一方面要作为 投资方的企业的 股息红利收入 另一方的 投资方企业 也要增加该项 长期投资的积税基础 所以这两个句话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就可以总结为这张图 我们知道 公积金分为资本攻击 和盈余攻击 那我们要用 公积金转增 我们的股本的话 那么股本转增 关键看资金的来源 我如果是以 盈余攻击 或者是未分配利润 拿这两项 去转增股本的话 大家知道 你动了盈余攻击 和未分配利润 那是账面上 公司的钱 听懂了吗 那公司的钱 你转增了股东的股本 这属于什么 这相当于变相的 一个分红 对吧 变相的一个分红 所以这种转增股本 我们是要交纳 企业所的税的 而对于 如果你是用 股权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用股权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的 我们说股本溢价 也是谁的 分来分去 还是那个股东的 股东的这个股本溢价 然后又形成了资本攻击 再转增股本 那不是自己兜里的钱 最后又换到自己兜里吗 换汤不换药 对不对 原来就是你股东的 现在又换给你股东本人了 这种转增股本呢 我们是不争税 所以关键看什么 关键看你那个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的 这个资金的来源 是股权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 还是以未分配利润 盈予攻击 转增股本 好 这块呢 也特别愿意考 单选性的小计算 假如A企业 为某上市公司的股东 以股权投资 继税成本为一千万 2018年1月 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做出决定 将股票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 A企业转增股本 600万 2018年7月 A企业将该项股权 减持转让 获得了收入2000万 问企业所得税的 税务处理 那么大家注意 它第一个 它有两个行为 第一个是什么 转增行为 第二个是转让行为 第一个转增行为是什么 它是把股票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了 所以这个时候 A企业虽然转增了 股本600万 但是这个时候 第一方面不算收入 另一方面也不能增加 企业的计税基础 它没有增加 它的计税基础的话 就意味着 我们的成本还是多少 转增股本的600万 没有社报纳税 也不得扣除 所以7月份 我在转让的时候 我卖了多少钱呢 7月份 我转让股权的时候 我卖了2000万 2000万是收入 然后你的成本 注意还是1000万 而不是多了600万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你用股本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正股本的 一方不算收入 另一方面也不能增加 计税基础 如果增加计税基础了 你就是2000万 减去于1600万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 你原来的初始投资 还是1000万 所以2000万减去于1000万 差额 就是我们的所得 1000万 按这1000万 缴纳企业所的税 我们再看一道题目 2018年初 A居民企业通过投资 拥有B上市公司 15%的股权 2019年3月 B公司征发 普通股1000万股 每股面值是1块 发行价为2.5元 股款已经全部存入银行 2019年6月 B公司将股本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全部转正股本 先来关于A居民企业 相关投资业务的说明 正确的用 A居民企业应确认 股息收入225万 B居民企业应确认的 红利收入225万 C居民企业应增加 该项投资的积税基础 225万 B居民企业转让股权时 不得扣除转正股本 增加的225万 很明显的 这答案呢 排除性你也应该选实地 首先大家要明确 做知识点还原 有同学为什么考试不会 因为他都不知道 他在考什么 我们看这里面说的 公司蒸发股票 蒸发股票面值一块 发行价2.5 这不就是股权溢价 对不对 然后股权溢价部分 它是全部形成资本攻击 全部转正股本 那就是股本溢价 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正股本吗 我们怎么处理了 一方不做收入 一方也不得增加 长期投资的基础基础 所以你的成本是多少 你的成本原来是多少 假如说3000万 现在就还是3000万 我并不增加你的初始投资 你的初始投资是多少 还是多少 听懂了吗 延续计算 第二个 第二个呢 跟第一个相比啊 就相对来说 计算题考的可能性就小一些 但是选择题呢 偶尔也会考 对内地企业投资者 通过沪港通 投资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公司股票 那么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记住其收入总额 依法征收企业所的税 如果是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前面讲的是动态的转让 如果是股息红利这种分红 也要记住其收入总额 依法征收企业所的税 当然结合我们后面讲的一些税出优惠 如果内地居民企业持有 S股 延续持有超过12个月 取得股息红利所得 也是可以享受免税的 好 这是第四项收入 第五项收入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呢 收入的确认时点 主要就注意四个字 叫合同约定 利息就是按合同约定 然后确认收入时点 然后这里边也有一些要特殊注意的 先提一点 国债利息收入 我们在后面会讲 国债利息收入 它是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待遇的 你企业债的利息收入 正常交税 对吧 然后在利息收入当中 也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 就是我们现在啊 在市场上啊 大家也是争论比较多的 比较热的 我们经常把它称为叫混合性投资 或者呢 有人就把它称为四个字叫名股实债 就是看起来像股票 股权投资 实际上呢 是债务性投资 叫名股实债 那么企业的混合性投资 它指的就是这种债股难分的 兼具权益性和债权性双重属性的投资业务 对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混合性投资业务 按下列方法进行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投资才属于混合性投资 什么样的投资才属于名股实债 我们这里边列了五个条件 第一 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后 需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利率 定期支付利息 利息是固定的 第二 有明确的投资期限或特定的投资条件 并在投资期满或特定条件满足后 被投资企业需要赎回或偿还本金 第三个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不拥有所有权 第四个 投资企业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 投资企业不参与被投资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你看前面两条主要是给被投资企业的约定 后面三条的是对投资企业的约定 我们要称为就叫民股实债 什么叫民股实债呀 就是你看起来是股权投资 实际上你就是债务性投资 为什么呢 大家看 有这样的股权投资吗 有这样的债务投资吗 首先说它是一个假股权投资 为什么 假权益性投资 你作为投资方 一枚资产的所有权 二枚公司的选举权 三枚公司的经营权 我问你 哪有这样的股东啊 你这是股东吗 股东连所有权 选举权 经营权 一个都没有 你这是股东吗 然后你再看被投资方的要求 被投资方要到点支付利息 规定期限 固定条件 赎回投资 你支付的金额都是固定的 这叫债务性投资 所以叫名股 看起来是股 实际上是债 对于这种混合性投资行为 记住 投资方三无产品 被投资方两个固定 一个是固定利息 一个是固定条件 固定期限 好 符合上述 五个条件的混合性投资业务 我们企业所得税 如何处理呢 首先对于投资方来说 投资方你不是三无吗 一枚所有权 二枚竞争权 三枚选举权 投资企业应于被投资企业 应付利息的日期 确认收入的实现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既然它是看起来是权益性的 实际上是债务性的 对吧 那么你既然是债权性投资 那么作为投资方来说 实际上它就要获得利息 它是取得收入的一方 那么收入的确认时点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应付利息的日期 是不是就合同约定啊 确认收入的实现 并记住当期的应拿税税的额 而作为被投资企业 也应该在应付利息的日期 确认利息支出 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所以都是按合同 一方算收入 一方算扣除 第二 到规定条件和规定期限的时候 被投资企业 是不是要赎回投资啊 赎回投资就俩结果 一个是赚了 一个是赔了 所以投资双方应于赎回时 将赎价与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债务重组损益 分别记住当期应拿税税的额 肯定是一方赚一方赔 对吧 这是民股实债 第六个是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 我们有的时候又把它称为 叫有形资产的使用权的让路 租金收入跟前面的利息收入一样 也是收入确认时点 四个字叫合同约定 这里边也有一个特例 就是租金收入 10点确认的特例 就是跨年度的租金收入 那么跨年度的租金收入和预收租金 大家一定要把它和我们的增值税的内容 放到一起去掌握 而且要注意二者的规定是不同的 千万别弄混了 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当中 约定租赁期限 切跨年度 切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 根据实施条例当中规定的 收入和费用配比原则 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 在租赁期内 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的收入 这就是跨年度租金 在企业所的税上的特殊处理 那所谓的跨年度租金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预收 要提前一次性收租 我们普通话经常说的叫上纳租 就是我这房子租给你三年 结果三年我提前把三百万一次性全收 注意你这种提前预收租金 在增值税上三百万当期全部确认 对不对 提前预收租金的一次性确认 这是增值税 但是在所得税上 你这三百万我要分三年 每年一百万 分期均匀计入 我们下车的个例子 感谢观看